為你品酒說走酒走 我是Ken 我是Eugena 歡迎來到我們的節目 本期的視頻給大家介紹一瓶來自蘇格蘭的 帶有煙燻味的小眾的品牌 這個酒的名字叫 這是一瓶single malt 丹伊麥亞威士忌 它是帶有煙燻味的丹伊麥亞威士忌 產自於蘇格蘭的埃拉地區 埃拉地區也是盛產的 煙燻味的威士忌 對,因為埃拉地區就是以它煙燻和 泥梅味的口味的威士忌比較出名 這也是我們節目做的第一支的煙燻口味的威士忌 那當然之後會給大家解析 其實煙燻味也有分它不同的等級跟不同的輕重的 Lafroig是 Lafroig是埃拉 也是埃拉 Lafroig也是埃拉 那這瓶酒相對比較小眾 那我們來看一下 喜歡這個視頻的朋友可以點贊 來支持我們 剛才選了 small batch distilled 這也是一瓶small batch distilled 的威士忌 small batch是 small selection of casks 少量的幾個酒桶已經被選好了 然後進行調和 然後裝瓶 這麼一瓶威士忌 所謂的peat whiskey 就是把泥梅 peat燃燒 然後這個煙呢 去dry這個body 然後這個body被煙燻過以後呢 是有一個帶有一個泥梅的味道 這個就好像那一些鬼老他們吃的smocky meat 這個就好像 smocky ham 對像how do you smoke a ham smocky ham 然後就是可能是同樣的 smocky salmon 同樣的方法 對 他後面也是有威士忌 tasting notes 等一下我們也會 也會照顧一下 聽起來不錯 沒錯 Andrew Brown Distillery Manager 給他的一個評價 on the remote North Eastern coastline of the Enchant Isle of Isla Lies 這好難念 Bannerhaban Distillery the warming oceanic winds which sweep across the sound of Isla and through the rocked landscape to the distillery help cocoon the cask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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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mature into distinctive malts the idyllic location of Bannerhaban pronounced Bannerha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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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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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üs Mart B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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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ner of the islands was by sea today the adventurists will still be rewarded by discovering the many subtle layers of the welcoming mobs beautiful story 好会写哦 挺会写的啊 好想喝啊 是是 你看完后面的这个 这个酒的story 越发的觉得想要喝 这瓶威士忌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酒场是在1881年成立的 也有140年的历史 对对 苏格兰的酒嘛 就一下子就是100多年 要么就1881 全都是百年老字号 都是一八七几年的基本上 呃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说他的logo 商标是一个 captain 一个航海的对 一个开船的 captain 对 刚刚我查到他们的story chapter one是说他们以前刚 建成的时候是very reliant on the trade 就是海运 海运 海运 trade interesting 所以真的是每个酒庄都有他不一样的故事 嗯 好 那我们来接开他的神秘面纱 哇 是一瓶 胖胖的bottle 上面写在 Established 1881 Ila 好 那介绍了这瓶酒这么多的故事我们也来尝尝他的味道 好厚的 many different layers of flavors in it 嗯 这是caramel toffee 有一点caramel toffee 嗯 就是那我马上第一口可以闻到caramel的味道 很香啊 好 Cheers yeah that's very smoky 已经在舌根的地方开始 在在跟我的舌根在打架了已经 很好喝 听 挺香的 小中的威士忌的 味道 真的很不错 是的 它是有smokey的味道 但没有非常非常的smoke 让你觉得这个酒完完全全被那个smoke的味道给盖住了 反而 我能taste到一点点那种 干果的味道 对 一些dried nuts 一些dried fruits 那些什么 柑橘啊 干的这个 枣子啊 一点点的这些的味道 还有很多的花香 然后再带一点点 相对 earthy的 这么一种 smokeyness 我就想 我就让它等一等 看一下那个smokey的那个味道会不会出来 Absolutely like it OK那我们看一下tasting notes tasting notes color russet gold russet是赤褐色的意思啊 那他说有一点赤褐色的黄金色 稍微深一点 有点像生锈了的金的那个颜色 russet 我觉得 it's like rusty gold 没有那么吃喝嘛 深一点点 就这也gold color right 就是金黄色 然后nose fresh aromatic fresh and aromatic fruity floral with hints of dry fruits and subtle perviolence of smoke 差不多 其实在闻的时候啊 嗯 在闻的时候我倒 没有感觉他的smokeyness那么重 嗯 但是 呃 非常的清新 非常的refreshing pallet light with fruit notes nutty flavors with the sweetness and slight hints of vanilla and caramel 哦 我要讲一件事情啊 之前我跟那个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有跟我讲到就是你们说什么水果味啊柠檬味啊 这些味道是不是添加进去了 no 呃 绝对不是添加进去的啊 是这个本身威士忌在这么多年酒桶当中 呃历练以后 呃就是得出的这些 非常淡淡的 味道啊 就是我们会把这些味道跟 水果啊 干水果啊 去联系起来 嗯 而并不是这里面加了这些味道啊 是的 right I just thought it's a very interesting thing people think that way 对就好像就 就people会可能会误想到说这个就像比如说酿啤酒 啤酒不是有很多 很fruity的味道就是以为是他 把那些水果加在一起酿了 对实际上没有 他们不是成分 他们不是成分的一部分 That's what makes it interesting 对 所以我在之前那个 呃威士忌十个facts那里面有讲到就是说 呃这么多年 especially 呃这些工匠吧 呃威士忌放到木桶当中不一样的木桶有不一样的味道 像木桶 在年度过 时间长了以后呢 也可以酒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 那这些都是自然的 发酵 在酒当中 成酿以后的味道 而不是人工天下进去的味道 对 也 那有时候每个人会喝出稍微不一样的味道 所以这又是为什么 就是大家在一起discuss会很好玩 因为他觉得他喝出了苹果味 然后另外一个人觉得他喝出了比如说 橙子味或者香蕉味或者根本就没有水果味 这个也是根据每个人饮食的习惯 还有和味蕾所 交叉 碰撞交叉以后去develop出来的一个味道 没错 OK好 finish lingering beautifully rich beautifully rich and full bodied 蛮rich的 pretty full body beautifully well rounded 收尾 他的后 后韵也非常漂亮 就是收尾舌得非常漂亮 我觉得有一种 淡淡的 在口中的回味 有一点点那种hint of smokiness 这个smirkiness确实没那么种 对他这个smirkiness 我觉得他呈现的方法 不是说你 闻到有一点真的跟烟很像的味道 反而是他的 他有一点油脂 在我的舌根的地方 我会感觉说 有一点跟我的舌根在打架 然后就是有一点那个spiciness 但是他不是 果类的spiciness 但是烟类的spiciness 因为他一直停在我舌根那边 OK 那这就是 这个酒的后韵 后韵 alright 那据说这个酒加入一点 水以后的味道会更不一样 应该说据说那种 埃拉的 泥梅味的威士忌 或者说一些car strain 酒精度比较高的威士忌 很多人 很多瓶酒师在喝的时候会选择 在里面加 几滴水 然后等 等五六秒 然后再去尝一尝 然后呢 这里面会是一个 物理效果 还是一个化学效果 然后它会让 然后威士忌会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所以我们今天也 对他们都说 very different 所以我先试一试 大概加 这瓶酒是 42.3的酒精度 好 加了大概5滴在里面 等一下 它 其实这个水滴所做的的作用是把那一层油脂 是把油脂跟酒精分开是吧 然后那个油会往上浮 嗯 是这样 嗯 更fruity 我觉得 我觉得它把酒精带起来了 是吗 嗯 把酒精带起来了 加入一点水了以后反而觉得更冲 是吗 我反而觉得它好像一个刚被massage玩的人都 舒展开了的样子 有一点都 可能你加的水比较多 我加了 三四滴 我加了大概五滴左右 Right OK Made a mess Anyway 你因为加入手 因为这个威士忌在在木桶当中呃 成酿的时候呢 有一个就是天使的这个分层啊 有这个angel chair 那angel chair会把这个酒当中 就是刚酿好的这个 刚distill完了以后蒸馏完了以后的这些酒的里面的水分蒸发掉 通过这个时间和这个空气等等把这个酒给蒸发掉 蒸发掉以后其实这里面是虚就是short of water 他里面没有 没有任何的这个水吧 或者他的水的percentage很少 所以你加入一点水了以后呢 反而会把这个 他的这个fragrance 他的香气啊包括他的酒精给带出来 我就感觉 他把这个酒精的味道带了浓烈了一些 非常不一样 确实是有一个 不同的感受 嗯 好 那介绍了这么多 这瓶 Bannerhaven 12 year 多少钱呢 澳币 100刀 100块 100块 OK 不用找了100块 不错 那 知道了这个酒的价格也品尝了他的味道 你给他打 多少分呢 7.5吧 最近给的分的好高 7.5 因为 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瓶12年的关系 他没有我 所期望中的这么smokey的味道 因为通常如果我知道他是一个爱泪的 威士忌 我会expect 我就是冲着烟熏味去的 那收发没有给我太多的烟熏味 但是 有一点油脂味 呃 is the very tiny hint of smokiness 所以 apart from that 他的味道啊香醇度啊richness 我觉得还是 蛮符合一个 符合一瓶12年的威士忌的 所以我觉得7.5吧 好 OK 我给这瓶12年打8.5分 哇 是呀 嗯 嗯 因为我本来就 没有那么的喜欢 比如说像 Lafroig Lafroig 他的那个smokeyness 这么重 呃 然后我觉得完全就在喝一个烟熏的火腿一样的那种感受 然后这种带一点hint of smokiness 然后 有很多的这种floral 花香味这个dry fruits 这个dry fruits 干水果味dry naughtiness 这种酒我觉得很适合我个人的喜欢 然后呢 它的价格又比较适中 嗯 然后酒又有很多不错的历史啊 然后他也在这个宣传上面 虽然在tell me a story 对 这个distillery 我觉得 really good 然后他的 logo 嗯 也有他自己这个历史 他自己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也蛮传承 呃 虽然不是那么的well known 虽然不是那么打没有打那么多广告 但是他有自己的故事 就这些都是很好很好的 呃 我我所喜欢的点 好所以我给他打8.5分 那喜欢我们的视频的朋友们呢可以点赞 呃 然后订阅 然后按起小铃铛 然后我们以后会给大家推荐更多不一样的小众的酒 呃你想品尝的酒也可以一并输入在底下的留言栏当中呢告诉我们你想体验怎样的酒 我们也会去呃为您去找到这一瓶然后尽量去为大家开屏和大家一起分享对为大家分享呃 酒的这个故事吧 好 那 威士忌好喝 请不要 请不要 叹杯哦 Cheers Cheers Cheers